知人知面 难知心 明辨真假 亦用心 心底无私 品质高 如如不动 离烦恼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一个人如果把你的话记在心里 说明这个人是用心在跟你讲话 师父还说 如果你跟他讲的话 他很快忘记了 说明这个人根本没对你用心 一个不对你用心的人 是不值得你信赖的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昨天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我为自己念了十遍礼佛大唱悔文 祈求消金事业障 晚上就梦到扫地 宵夜了 晚上孩子写作业很不听话 我发了很大的脾气 还动手打了他 也和老公为了孩子差点动手 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师父开示过 不要对孩子吼叫 因为念经的人有能量 这样对孩子不好 晚上 我就梦到自己 从楼上往下走了好几层 知道自己的境界下降了 在这里 我向观世音菩萨忏悔 向恩师忏悔 我错了 学佛之人一定要守好自己的深口意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一次在阅读师父的白话佛法的时候 由于心里烦 没有认真看 敷衍了事地 看完一篇就去睡了 第二天 杂念纷飞 不能集中精力 就这样过完了一天 等到晚上又拿起了白话佛法 这次认真看的时候 有一种似睡非睡的感觉 看完一篇 杂念全无 头脑突然清晰 感觉有一股能量 把我心中的杂念排除了 感恩大自大陪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 台长 白话佛法真的有巨大能量 只要认真阅读 就能接受到 感恩同修的分享 下面这位同修分享道 先生多年前就有便秘 原来一进卫生间 就好长时间不起来 没有规律 严重时要去医院 急诊惯常 还有就是以前经常做饭时 割破手指 自从吃素念经放生后 慢慢地都好了 感恩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赐予我们人间这么好的法门 和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兄们晚上好 告诉你们一个特好消息 昨天和我妈妈聊天 说我爸的高血压 现在控制在130 以前最好的情况是156 知道为什么吗 我把水烧开了 我每天给我爸做功课 大悲咒和礼佛大忏悔文时 都求菩萨消除我爸血压高的业障 现在终于降下来了 所以师兄们千万别忘了给咱父母念经啊 还有读白话佛法的加持力真大呀 我这几天看见每篇白话佛法都读三四遍 前几天做个梦 现在想起来还恶心 梦境是我收拾垃圾 忽然一大堆潮虫 一下子扑我一身 转眼间 一个人在我身边 一下子都打掉了 影子都没有了 请教东方台 说得到加持力了 师兄们努力吧 千万别懈怠 分秒必争 宵夜还债 共攀赐胜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笑话 说在精神病院走廊里 有一位病人 对着另外一个病人 他抱着个鸭子的精神病人 这个对方过来 精神病人抱了个鸭子 这个病人就跟那个人说 老兄啊 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 出来散步呢 抱着鸭子的精神病人说 你神经病啊 你看清楚点啊 这是鸭子啊 不是狗啊 但这位精神病人 亲密地说 你才神经病的 我又没有问你 我问的是鸭子啊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 当自己有病的时候 你才会感觉到别人有病 所以很多夫妻吵架 你说他神经病 他说你神经病 两个人都有点病 当自己想不通的时候 你才会跟别人去争 去斗 这个世界上 树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每个人对事物的认知不一样 不要指望 别人对你的认可 因为自己 你最了解自己 也不要去指望 别人会陪你一辈子 因为当你生活 失去光芒的时候 师父告诉你们 连影子都会离开你的 所以一个人的心态要善良 要自己拥有自信 台长告诉你们 一个人心里衰老 有两个标志 你们记住了 如果你们知道 自己心里衰老不衰老 有两个标志 一个是整天抱怨和后悔 第二个是整天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有智慧的人想得通 学博的人看得远 人生不就是一吃了之 一睡了之 一骂了之 一笑了之 一走了之 一死了之 一埋了之 有什么可以难过的 有什么可以伤心的 想想自己现在的年龄 过去的伤心和幸福 早已化作云烟了 好好地珍惜你现在拥有的 那是你当下拥有的东西 也就是你唯一拥有的 所以学博修心 海纳百川 有事不要忘心里割 你的身体才会健康 你的会命才会去除烦恼 拥有长寿之相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 心有所念 有所现 菩提智慧 在心间 有口无心 难感应 内外依如 与佛应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